平常我們要把老師的這個教材放進來 以後這樣上課會不會同學覺得說這樣比較有趣 因為老師上完課順便數位教材就做好了 然後眼距就不用再錄了 好,就是說平常老師大部分用的大概就是簡報教材為主 那有兩種錄製的方法 一種就是我只錄製那個簡報的檔案 第二種就是我整個螢幕全都錄 這樣是最單純 所以您可以看一下我們有兩種方式 老師要比較簡單的還是用比較暴力的那種 比較暴力的就管他的全部都錄下來 那是最單純 我講那個最單純的好了 可能老師這樣就比較容易 來,您看最下面這裡 最下面這邊 事實上說真的如果您要做OBS這種訊息龍 最好的方式是雙螢幕 因為一個螢幕錄 另外一個螢幕是不是就這個軟體 這樣我就可以自由決定我要放什麼東西丟過去嗎 所以雙螢幕其實是最好的方式 那如果您現在沒有也沒關係 我們可以用這個東西 您看這裡 家裡面 來源家 有沒有一個叫顯示器擷取 最下面那一個 這種方式叫全都錄 只要在螢幕上有的 我通通都錄下來 這樣最單純 所以不管你是放簡報 或是您在上課過程 或跳到網頁 看影片 還是有開什麼office的文件 都OK 你都不用特別去留意 我有沒有抓到它 這樣了解 所以我現在就用這個 按下去 但是按下去之後 老師要有個心理準備 會有回文出現 因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有沒有回文 因為螢幕上的我 是不是又在裡面 然後裡面又有一個螢幕上的我 這樣了解 所以這樣子就好了 那您要不要擷取您的滑鼠游標 你可以自己決定 一般我們大部分都會 所以預設子也有 那我就這樣就好了 這樣有是不是進來了 那您就看您的螢幕的大小 您需要調整到多大 預設是等比例 原則上來講應該是 其實我們如果是全目錄的話 應該都是剛好 只是我們現在變得那個 就是現在是那個 有投影 所以那個解析度變差 我就先暫時這樣就好 好 暫時這樣 那您看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叫開始錄制 一個叫開始串流 一個叫開始錄制 如果你想不開 可以按串流 因為串流叫直播 可是你現在沒有做任何直播設定 其實是不會出去 它只告訴你說不能出去而已 那下面這個就是錄影片 以老師教學來講 基本上應該不會想說馬上就直播出去 所以我們會錄影 所以就按一下 它就開始錄製了 所以現在呢 您就不用管它 您就回到您的教材裡面就好啦 你看我回到我的教材 我就回到這邊 比如說我們今天的簡報 好 GG.GG 對不對 今天的日期 好 進來 那這個時候 反正螢幕上是不是全部錄下來了 加上剛剛是我有抓視訊的畫面 所以 有些老師剛好也不喜歡自己看自己錄 真的真的 他不太習慣自己看自己 所以說 你就這樣 我就開始做簡報了 好 各位同學我們今天來看這個OBS 那 反正螢幕上的我都錄下來 好 這個 第一頁 第二頁 第三頁 那我就錄完了喔 錄完了 我現在離開 回到OBS裡面來 好 我就停止錄製 這樣錄好了 我們看真的有沒有 來 他錄好在哪裡 你從右 左上角這邊 檔案 有沒有發現有兩個 一個叫顯示錄影 一個叫重新封裝 好 你可以先按一下顯示錄影 顯示錄影 我先把這個 先收起來 這樣比較不會覺得那麼多個 好 顯示錄影 有沒有發現 他預設放在哪一個位置 是不是在我們媒體櫃裡面的影片 當然這預設位置都可以改的 好 那只是說他有一個問題 因為他預設錄下來 老師有發現 請問副檔名是什麼 欸 現在Flash Video應該不太行了吧 不見得所有電腦都可以播 好 如果你的電腦剛好可以播 是因為你的電腦有裝那個播放程式 那這個地方我們就需要做一個轉換的動作 好 轉換的動作 那怎麼轉 不用去找其他軟體 他內建有轉檔的程式 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找上面這裡 第二個 有沒有重新封裝 你把它按一下 他就問你 欸 你們家的檔案在哪裡 有沒有 你點那個後面那個點點 去選 選你的檔案 點一下 他預設錄下來的檔名 是以日期時間 所以我就找最後一個時間錄下來的 好 我把它按開啟 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我們右手邊 有沒有變成MP4 他轉換之後就是變成MP4 你只要按下重新封裝就好 你也可以一次全部錄完之後再來改 好 就來一次封裝 這樣也可以 好 就按重新封裝 一下就好了 那很快 所以這樣子OK 你再把它顯示錄影打開 有沒有發現多了一個跑出來 前面回文 對不對 好 跳一下 剛剛進到簡報 有沒有發現 我人的畫面還是錄下來 簡報是放在這裡 所以如果您不習慣的話 其實也可以這樣 反正我就疊在上面 那剛剛因為我沒有把這個視窗 把它放到後面去 我應該放在後面 這樣我就講解就好了 這樣您了解意思齁 所以用全都錄的話 其實它的好處就是 你不用管太多 什麼來源 管它的螢幕上的全部都錄下來 這樣您在做這個錄製就會變得比較簡單 這樣OK 所以剛剛我應該要把這個應該是要移到我的視訊下面 但是這樣 我的會 對 我的這邊會比較多 可是其實意思就是 放在後面 那你再講 是不是就 錄進去了 所以OBS 大概就這樣子而已 當然你可以做更多應用 可是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您就可以比較簡單的把它錄製下來